鸡爪射手暴打老外 眼祖们啊 就在6月20号 王者国际服 可以直接备份国服的数据了 什么意思呢 只要绑定你国服的账号 就可以在国际服里面 继承你的英雄皮肤 以及贵度等级 而且还有限时点券 龙年限定里 还在免费送你一个 但好羊毛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 你可以用一个满鸡 满皮肤满明文的账号 并用最脏 最恶心 最强势的套路 去国际服暴打新人老外 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来自国服的爱 把咱们的快乐 狠狠地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啥也别说了 暴打老外 就趁现在啊 那话又说回来啊 国际服的专属英雄鲁亚娜 他用鸡爪这个装备是真的强 注意了啊 不是鸡爪流啊 我帮燕祖们试过了 鸡爪流在国际服基本没用 因为鸡爪流的核心 在于让下等马 打出中等马的作用 并要上等马带你飞 这一点 确实是利用了机制的漏洞 但遗憾的是 国际服刚开服 没有上等马 为什么搞个国服备份呢 不就是为了让国服老玩家 去到上等马吗 所以鸡爪流就别试了 玩不了 你要真故意送真玩 国际服的系统 是会让你在人际局里 增加伤害和免伤的 你看我鸡爪连泡 这免伤和伤害 怎么可能会这么高 我想送他都死不了啊 所以咱还是正经一点 玩鸡爪无眼了 这里是详细的装备顺序和迷闻 英雄介绍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两天估计不定该地都会是 咱们只说核心玩法 你用高CD去刷一技能 再用二技能和高攻速去打爆发 大招能命中就可以放 这套玩法简直无脑 前期一级能站路过后一 后期成心以后站路1.3 真机爪真上分 6月20号全球上线 等你来报答老外哦